黄瓜 茄子 辣椒怎么整只打岔 很多小伙伴种这三种蔬菜 大多都开始采收了 但是也有很多新手小伙伴 就是种的菜仿佛就被时间给冻结住了 种下去两三个月了 就是不长 种下去多大 现在还是多大 一点变化都没有 之前我也发过这个蔬菜 秧苗种下去一直不长的原因该怎么办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还有一部分小伙伴 因为这个种的比较晚 现在正好是整只打岔的时候 每天有几十个人问我 我实在是回复不过来 所以就今天再拍一期视频来说一下 有需要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看看视频做一下笔记 首先第一个黄瓜 它是有主蔓也有分蔓的 大多数品种都是以主蔓结瓜为主 那主蔓结蔓的黄瓜 就要对分支来进行打底和摘除 当分支上开始结瓜之后 就把分支的顶尖给它掐掉 一个分支结两三个瓜 就可以了 如果说分支上面看不到结瓜 那就要把整个分支都给它摘除 减少营养的消耗 第二个就是有的黄瓜主蔓 它已经长到很高了 但是光有雄花没有雌花 对于这种情况 可以把主蔓的顶尖给它掐掉 让子蔓去结瓜 如果说子蔓还不结瓜 那就把子蔓在那个顶尖给它掐掉 让孙蔓去结瓜 但主蔓结瓜的黄瓜一般是不用打顶的 它是可以一直生长 再一个就是不管打顶还是打分叉 都要在这样的晴天来操作 一语天是不可以操作的 再说说辣椒 辣椒它的分支能力是很强的 要想让它结果多 那整支打岔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辣椒它怎么去整支打岔呢 首先第一个辣椒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会发出很多的侧枝 等到辣椒上面开始开花 第一朵花开了之后 也就是这个门椒以下往下 然后地面以上这一段 发出的所有分叉都给它去掉 门椒旁边和上面的分支呢 给选择性的保留 一些长得密集的细弱的 有病虫害的就给它剪掉 然后按照辣椒整支的原则 去内不去外去弱不去强 具体的就根据掌势来决定啊 另外再强调一遍 就是我说的是分叉 不是这个叶片啊 第二个就是家庭种植辣椒 一般品种它是不需要打顶的 但像朝天椒可以打顶 触发分支 另外关于摘叶的问题 有人他在辣椒苗期间啊 就把下面那个叶片 全部都给它去掉了 这个是错误的做法 如果说摘叶 你要等到辣椒的果实膨大了 那把下面的这个叶片 适当的摘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一定不要过早的摘掉 第三个就是茄子啊 茄子它在生长过程当中 也是需要整支打岔的 但茄子的种植方法和其他的作物就不太一样 首先茄子它移栽之后 等到缓苗开始生长了 那先把靠近地面的这些叶片啊 先给它摘掉两片 等到它开始出现这个花骨朵了 再去掉两片 然后等到它结果之后 门胶下面呢 你只保留两片叶子 其他的全部都给它去掉 并且把这个分支一下 也就是这个门鞋一下 以及这个地面以上 中间这一段发出的所有分叉都给它打掉 保留门鞋这两边的分支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茄子 它结果一般是每个分支上都有增加分支数量 就可以让茄子结果更多 但是给茄子打顶要看这个茄子的长势 如果说这个茄子的秧子长势很好 结果大概结到八个以上了 那就可以去打顶了 就把顶尖给大家掐掉 就是一个是控制这个秧子的高度 第二个就是萌发更多的分支 如果说肥水不太好 土壤肥力不够 长势也不太好 那就不要去打顶啊 具体的也要根据这个长势来 好了 关于这个黄瓜辣椒茄子 怎么整着打岔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啊 有问题呢 我们再一起交流 拜拜